如果说鬼背是肉身锻炼到极致的结果 那么蟒蛇背则是一种锻炼到变异的体数 一旦开始发力 肌肉就像大蛇一样匍匐如动 全身上下的坚硬程度如同领甲护体 似乎下一秒蟒蛇就要以最少吞噬 战斗开始之前挺田绝对想象不到 眼前的少年不仅可以幻化为菩萨 也可以变成妖精 两人食指相握开始肉身的对抗 挺田凭借强健的肌肉一度要把吴门扳倒 他的身体不断前倾然后向下施压 不多是吴门的背部已经弯到90度 骨骼都在咔咔作响 吴门的腰椎即将抵达极限状态 但吴门依旧是咬着牙死死硬撑 很快挺田就发现 自己的身体好像动不了了 吴门深吸一口气 接着背部肌肉迅速一变膨胀 整个人如同蛇精附体 挺田被牢牢控住脱不开身 他感受到自己正在被反向压制 或许这就是理想中的肌肉吧 刚柔病济能伸能趋 不发力时像是16岁少女的皮肤 发力时像被橡胶包裹住的岩石 下一秒吴门夺过主动拳开始一路横推 强烈的压迫感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 挺田气急败坏使出头锤反击 但他用力过猛进当场磕出一滩鲜血 流血状态下的挺田变得更加疯狂 一把抓住吴门的手指将其摔向远处 吴门摔得脑瓜子弯响 这时身后的挺田如同丧尸一样扑了上来 吴门左右格挡没有被拳脚打中 而他也在一步步的贴近挺田的背后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 吴门抱住挺田的后腰使出被摔 全身180度掉转 挺田的后脑勺重重的砸在地上 这家伙眼眶都已经黑了 怎料他的身体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 下一秒挺田慢悠悠的站了起来 想用得是被摔制服一个摔脚手 吴门还是太年轻了 接着挺田抄起一扇车门 对手砸向对手 而面前的吴门始终微然不动 这一击的确拍在了对手身上 可是这个触感也太奇怪了 就像是用尽全力打在了棉花上一样 因为挺田并不知道 吴门的消力也处于顶尖水平 只需轻轻弯曲手指关节 手上的冲击力就能全部抵消 对于摔脚手来说 这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魔法 破防的挺田反手甩出车门砸向吴门 眼看对手趴下躲避 挺田抬起脚跟无情践踏 却不想灵活的吴门从胯下一闪过 转眼间他的冲息已经撞到自己脸上 挺田本就挂踩的面门此刻更是鲜血淋漓 幸运的是 关键时刻他抓住了无门的小腿 并且成功用舍身计将对方掀翻 可是这点小伤又算得了什么 无门立即策动下肢响应 他的双腿像波浪狗一样来回抽打挺田的老脸 就这样他又一次化险为一 挺田和虫鸣都没想到 眼前的小子竟能有如此水平 或许这就是瘦身的天才吧 挺田捂着伤口主动来找无门认输 但他这副样子像是真的服输吗 无门假装握手言和 趁其不被啪的一声抽在挺田的鼻子上 而后一番狂轰乱炸打的劈啪作响 对付挺田这样的老油条不需要讲任何武德 只管尽情的殴打就对了 无门的最后一脚彻底踹爆了挺田的心理防线 他的死亡凝视中暗藏着强烈的杀意 接下来就会是一场残忍的厮杀 直到一方彻底死去为止 挺田用肉身硬扛无门的攻势 终于抓住一个空挡抱到对手的后腰 这是获得胜利的最好机会 挺田拼了命把无门扑倒在地 然后骑在他身上黑黑黑的傻笑 画面太美实在难以形容 挺田一双鬼手探出迅速找到无门的咽喉 接下来只需要用尽全力掐住 直到小屁孩厌弃为止 这时挺田已经完全丧失理智 之前社长吩咐了什么来着 好像是把九恶虫名干掉吧 但他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切都等耍完再说吧 危急时刻无门找到了制胜法宝 一手猴子偷逃用出了吃奶的力气 淡淡破碎的声音突然响起 挺田捂着当不痛苦的嚎叫 而无门还是一脸不屑的表情 煞时间挺田怒火攻心 张开血盆大口试图咬碎无门 可他还是慢了一步 无门的双风罐迅速找上身来 光是这一击就让他完全动弹不得 接下来的一幕已经无法用常理形容 无门按住挺田的脑瓜子同频共振 电光火时之间 不仅头骨遭到剧烈挤压 中央大脑更是诡异的来回对撞 再过一段时间脑浆都得摇一摆 挺田白眼一番当场不省人事 那可是无寸雷神须九根流的技术 无门是从哪里学来的 面对这个问题无门并不想回答 他打了这么久只是想问 游乐园在哪里 他要去游乐园玩 与此同时两人在大屏幕上观看现场直播 无门的一番表现可谓是相当惊艳 这位中分少年忍不住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游乐园的开源时间快要到了 到时候他们一定能见面